其實你說婆媳跟夫家 我們這個家庫區跟夫家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很多 可能我們新住民姐妹來到台灣 大家會擔心跟婆媳的關係 其實跟各位報告 我們就算台灣人嫁台灣人 我們也都要面臨到婆媳的關係 其實在這裡我就要說 婆媳的關係最重要的都在先生身上 所以我們現場在座這麼多的男士們 我們這些好朋友們 其實我覺得夫妻吵架 吵不出個禮字 你要講誰對誰錯 吵到最後 你只要把理講清楚通通就輸了 那個生氣的時候 為什麼很多人會拿著電話講不停 我就心裡難過啊 那其實夫妻吵架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嘛 你就抱抱你太太又怎麼樣呢 抱下去就一批天下無難事嘛 對不對 就是啊 我們要好準備 你知道嗎 男生就是很奇怪啊 覺得那你這些女生到底怎麼搞的啊 這樣也不高興 那也不高興 那就是不高興要你來抱一下嘛 這是個木頭 對不對 我就是以前在開結婚的時候 我就罵我先生 我實在到最後一次忍不住啊 事情要我評講嗎 你就不會抱一下了嗎 你實在太讓我生氣了 這是個木頭 舊學都是高學歷 然後呢 很多都是學友專長 然後長得又漂亮 來到這邊幫我們傳統接待 然後我們生了這麼多可愛的孩子 我覺得 這個真的 你們的貢獻是非常非常多的 尤其 我覺得現在台灣人很多年輕一輩的孩子 大家都說我不要 我不要生孩子好累 不行不行 這是國外的問題啊 這個很嚴重的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對於愛孩子的心情 會跟我們都一樣的 因為我也是三個孩子的媽 我因為愛孩子 所以我一個接一個生 因為我覺得 生了一個孩子以後 我才知道我們有一句話 叫心肝寶貝 沒有孩子很難體會 生了孩子 終於能夠知道 什麼叫心肝寶貝啦 那個心情就體會得很深 所以我在想 各位不管你們來自哪裡 你的原生家庭在哪裡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要能夠相容 好好來創造一個 要培養我們下一代的環境 來呀 我們 Abdulaziz 隊在… 寶貝 問 agreements 你第三burn 等等 我們ンダイ 這就是 這樣 要滅